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響早晨》的時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響編輯報》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報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就談談一個偉大的白頭山血墨繼承人 金正恩,我們之前報導過 其實他好像是近年來最瘦 有些憂國憂民的跡象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南韓媒體就說金正恩就是他執政以來 有些叫統治 統治朝鮮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全部都加在一起 我們就說說,總結一下他有什麼大問題 大家知道,現在全世界都努力地應對 19新冠 朝鮮偉大的領導人金正恩依然很自豪地說 我們全國是零感染 很厲害 到目前為止 其實朝鮮就說我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 將一切擋在國門之外 憑這一點就防止19新冠入侵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無人知道,你說零感染,我就哈哈哈哈 朝鮮境內可能真的沒有新冠 但是,朝鮮的防疫措施 我已經是當它沒有了 但是,朝鮮的防疫措施 其實使朝鮮付出了巨大代價 朝鮮的防疫封鎖令 除了嚴重的經濟影響之外 也意味著朝鮮政府沒有明確的全民疫苗接種策略 疫苗就是保護國民最重要的方法 是不是?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它有向Kovac 新增疫苗 但是,什麼都不行 因為經常停電 所以,你給MIMA疫苗給它 都沒有用到的停電 很多東西都不到位 事實上,根據可靠的情報顯示 這個南韓媒體說 就說,目前朝鮮 未獲得任何針對新冠疫苗 甚至,年了 偉大的百頭山月物 其實都是沒有的 沒有打疫苗 如果沒有獲得疫苗的門路 也沒有所謂的疫苗接種計劃 之前我也說過 其實它可以打電話給習主席 習近平 但是它好像又不肯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算它號稱零感染 其實都很容易出現這個防疫破口 現在朝鮮混亂十分厲害 十分混亂 現在37歲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正面臨近十年執政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去年大家知道 年初朝鮮也有人中了新冠 朝鮮就立即關閉所有邊境 亞洲統一研究所的鄭德金教授 就說 由於民眾營養不良 衛生系統老化 朝鮮政府知道 如果疫情一旦爆發 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朝鮮自己也知道他們缺乏對新冠疫情的衛生基礎設施 這也是為什麼朝鮮已經和任何國家沒有聯絡 即幾乎與世隔絕18個月的原因 的確 他也相信朝鮮的感染個案很低 他就說的確封鎖策略好像有效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東南亞辦事處最近出了報告 朝鮮在6月25日至7月1日期間 檢測了718人未得到任何的陽性紀錄 也有韓國媒體說 有人使用走私手機的短訊 和朝鮮居民保持聯絡 他就說 朝鮮貌似真的沒有什麼人感染 不過就是嚴重的封國令 朝鮮目前就舉行多個大規模會議 而南韓集會的人數就限定在不超過5個人 朝鮮舉行的大型集會 一千上萬人 但是的確貌似真是零感染 目前來看 他就說 這樣可能真的可以控制到疫情 但是如果真的有事的話 診斷和治療的設施基本上是沒有的 嚴格的封鎖閣門 是可以貌似 可以將新冠擋在閣門之外 但是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雖然多年以來 大家知道朝鮮一直受到制裁 但是朝鮮經濟依然是依賴貿易的 他最重要的盟友當然是中國 朝鮮需要化肥和燃料 都是靠輸入的 但是朝鮮也是跟中國說No 也是沒有開閣門的 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朝鮮就是 跟中國貿易量減得最大的 不是美國 不是打貿易戰的 美國在朝鮮 是減了百分之九十幾 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沒有了這些物資 就是沒有了中國這些物資 朝鮮就沒有辦法產生 可以養活人口的糧食 所以糧食供應 在短期內陷入危機當中 金正恩確認朝鮮 有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 他自己也形容是局勢緊張 他對朝鮮的國民說 要有歷史上最糟糕時刻 為這個時刻準備 他就說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 艱苦行軍時期 朝鮮都很慘 外界就估計這段所謂艱苦行軍時期 朝鮮有幾百萬人 極度飢餓而沒有了 還有金正恩 現在真是一瘦再瘦 外界就說金正恩 用很科學的去觀察 至少受了二十幾豬 這很厲害 可能有人說他身體不好 他就要減肥 有人說他身體不好 有人說他沒得吃 我覺得沒得吃就不自然 別說笑 他覺得自己身體不好 要減肥 或者身體真的不好 那一位朝鮮男 電視主播說 當我們看到他這麼瘦的時候 我們人民很心痛 其實分析人士就說 目前不知道為何金正恩體重 很明顯一點就是 其實金正恩一定是壓力重重的 是一個艱辛時刻的辛苦工作 朝鮮其實希望恢復暴疫 可以自救的 但是這樣又不安全 因為擔心國內會大爆疫 其實朝鮮很渴望重新開放和中國合作 但是由於新冠他又不敢 其實有什麼難 我覺得而已 老實說 你給疫苗 中國肯定給的 你打了才再開放 拜託習主席送些疫苗來 你打了之後再開放 你很少人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他這樣 其實朝鮮需要再次重啟貿易 如果重啟貿易又不爆發新冠 其實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令到朝鮮人民接種疫苗 朝鮮面臨的困境就是由於沒有可能自製疫苗 所以 朝鮮需要開放邊境來獲得疫苗 但是 但是對於禁事政權這樣來說 南韓人就說他是草木皆兵 所以很大的思想包袱 我想中國不會害你吧 那我也說過 朝鮮之前就在Converse 就獲得了 本來應該獲得 本來應該獲得 200萬劑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Converse他們再說 是一個聯合國 支持疫苗共享的計劃 就是幫助中低收入的國家 除了加拿大 就是抗擊疫情 加拿大給了錢的 最大投資的 現在就補回了 想怎樣 新近有1700萬劑 用剩的阿斯利康出來的 是說出來的 是說出來的 那麼 疫苗的運送被金仔暗停了 因為金仔其實 他也有留意國際新聞的 擔心阿斯利康有潛在的副作用 其實其他國家都說 有意向朝鮮提供疫苗 就好像俄羅斯 他們外長也說俄羅斯多次向平壤說 我們可以給你疫苗 但是目前為止 平壤 就是金仔 還未接受任何的提供疫苗的提議 很多方面來說 中國都是朝鮮獲得疫苗 最自然不過的途徑 大家都是有好合作60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 朝鮮也沒有叫中國拿疫苗 而且朝鮮還禁止中國外交官入境 並且增設了 在邊境加固了防守 不知道為什麼 加固了沙口站 確保沒有人非法越境 真不知道為什麼 南韓呢 大家都是來自大韓民族的 同組同中的南韓 其實南韓也有說過 願意向朝鮮提供疫苗 不過南韓現在都在應對他們國內的第四波 首爾剛剛收緊防疫限制到最高級 就是第四級 南韓政府就理解向朝鮮提供疫苗的戰略價值 南韓政府願意將疫苗作為一個外交名片 或者有些人用籌碼 跟朝鮮打交道 文在寅已經在任期最後一年 他其實很希望重啟已經陷入僵局的和平談判 如果朝鮮同意的話 其實我覺得南韓也會積極尋求合作 就是會向朝鮮提供疫苗 南韓也很厲害 現在就向全球宣佈 南韓會成為全球疫苗製造中心 南韓其實已經代工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Novaverse這隻也已經準備簽協議 南韓很厲害 相反台灣省大家都是曾經的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你什麼都不行 另外呢 台灣不要計算 日本我也覺得很驚訝 南韓也是很厲害的 真心說 在大國當中可以生存到 其實南韓也是有一道 還有一個這麼瘋的金仔在旁邊 說回南韓也就代工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進行談判 沒有記錯的話 莫德納基本上差不多都答應了 韓國還有五款的國產疫苗 進入臨床階段 所以如果韓國政府得到朝鮮的認可 即是得到朝鮮政府說 你提供疫苗給我 應該很快就有疫苗 至少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它是有的 不過很多人就說 文在寅雖然肯提供疫苗 但是很難 距離現實還是很遠 其實真的很奇怪 你說不相信南韓 但是中國和俄羅斯你都不相信? 真的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所以其實 當然沒有疫苗 經濟活動也少了很多 所以我總結朝鮮現在 這個偉大的白頭生血脈 金正恩三大危機 經濟癱瘓 糧食短缺 沒有疫苗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沒有疫苗 搞到整個國家動不了 所以 看看偉大的白頭生血脈 怎樣拆 它很厲害 之前又說懂得發明手機 這些幾個東西 希望它可以 可能它最後 我自己已經發明了疫苗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好,拜拜 拜拜